收到了朋友送的包 原本想高高兴兴的过来变现 结果傻眼了 但是没用过人家送给我 送给你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珍重不珍重 你要鉴定对吧 不是你看这个包 是珍重的你就收 不是珍重的你就不收 还是你给我鉴定 鉴定要是 对 29 29 对 我反正就想你如果收的话 我就给你 你都不知道真假 我们要先鉴定 对吧 先你先鉴定 包哪里来的呢 没有送的 新的 我自己打开 这包装都有 后来包装有 我带着 我自己都淘汰他 有个数位 你都得带这 你给我送了 真的新的 他新包 我是新包 我也是送的新的给我们拿 我们自己 这个包如果是OK的话 专柜再卖一万多 你去看下货 你去看那货这些 数位也在里面 可能都在里 这样我找一个店里的包 要教一下大家如何验一下AOB的包 先去闻一下 闻是可以排除大部分的假货 如果是很假的 那么它的味道是有臭焦水的味道 你这个闻一下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再看烫字 这种字体 这是我们店里的 看一下我们店里包的字体形态 R的外圈要小于这个O 对吧 看一下 A的字体一定要比较胖的 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R的圈明显比这个O要大 然后再看你的A是比较瘦了 这个是比较瘦的 再看一遍我这个A是比较胖的 下面两根脚开的比较大的 然后再看拉链 先看我们正品的拉链 拉链成哑光状态的 它不是亮光反射的 然后中间有一根分面线 拉链头的地方 像内侧 你看做工 你只要看做工 新旧不影响的 我这个既然都那么旧了 对吧 你看内侧 是不是没有什么金属堆积出来 再看一下你的 它的背面 虽然有分面线 你看它的金属堆积起来了 上面 颗粒感突出来了 再看一下你的拉链头 金属毛刺都出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个实物更清晰 这种做工是很差的 还有这个颜色也不对的 AOE这个镀镜没有那么黄的 我们讲的字体 你再看一下你这个锁 R的外圈 比这个O还要大一倍了几乎 O都是椭圆形的看到吧 AO后面的比前面小才是对吧 字体都不对了 还有这个假货套件了 它字体哪能对了 然后材质是很软的 这种就是假货套件 真货这个很硬的 跟这个硬度差不多的 知道吧 所以你这个是很假 带回去吧 你要结合所有的点去看的 我们鉴定不是说 就只看一个点 字体做工 对吧 做工不是刚才说了吗 这个拉链 那倒角都有金属毛刺出来了 对吧 OV哪能做成这样子的 别人啊 那你懂啊 对啊 是不懂 别人是不懂 别人你根本就不懂这些东西了 对不对 人家打发人家送给你 你也不懂 对了就是人家说的 我们就不懂啊 就过来看看 所以你就出话说看可以了 对啊 就是人家送的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你拿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用嘛 要是真的那些 当平时令你们修好了对吧 不是真的 你随便怎么用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不懂 所以就搞不懂了 对 找个专业的人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 主要是送的 大家都看不懂 对啊 人家送的 你要是不用也不用 管家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对不对 所以就这样 好的 再见啊 这个视频的目的是 希望网友可以通过我的视频 学会如何鉴别假包 从而在生活中避免上当受骗